大家一样 没有改善生活 说要吃一点什么好东西 没有啊 也没有做一件新衣服 也没有把自己居住的环境整理一下 没有 他不是没有钱 不是没有人供养他 有啊 还要过这个辛苦的日子 待众生苦 永远没有忘掉 待众生苦啊 我减少一分享受 众生苦就减少一分 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常存这样的心 常常存这样的思 我们生生世世 都不会有苦难 果报如是 你能带众生受苦 你怎么会有苦楚 现在这个社会 苦难的人多 病苦的人更可怜 尤其是身病的 尤其是身病的 这个穷苦的人 身病相当可怜 所以有不少宗教团体办这个慈善事业 办医院 不是医药好事情 现在社会 现在社会富裕 对于疾病的预防 每个人都注意到 所以国家 对于人民 有这个医疗的照顾 我们每个人自己 也会有一些 这个财物 放在那里 预备生病的时候用 有病有苦难的时候用 真正聪明人 把这些钱都补识掉 我的医药费 准备的医药费 补识给那些病人 如果有什么急难 要预备的那些财物 都拿去救难 那人也许你也问了 到自己生病的时候 怎么办呢 给主人说 你决定不会生病 为什么呢 你的医药费不是掉了 你那个医药费 放在那个地方 是决定会生病 不生病 那个钱怎么用发呢 非生病不苦 要准备将来灾难的时候 我要准备的那些钱 你有一顶着难 佛法讲得好 一切发重新享生 你没有病在 你想着要害病 没有难 要准备将来灾难 所以你的灾难跟疾病 绝对不能避免 你统统不失光了 心地坦然 你也不会避难 你也不会生病 你看这个多自在 为什么不把它舍掉 今天跟你都是讲的 中什么样的印 你会得什么样的果报 一点都不会错 一点都不会错 没有差错 所以我们要懂得 带众生受苦 我们有力量 净力量去做 特别是今天局势众生 你要知道最大的苦难是什么 闻不到佛法了 所有一切苦难当中 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闻佛法之后 他觉悟了 不闻佛法 永远迷惑颠倒 他的日子越来越苦 越迷越深 所以我们今天不施佛法 那这是带众生苦里头最殊胜的一条 有力量建造成 情法师讲经说法 帮助这一方众生 破迷开屋 离苦的路 这个都重要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道场呢 要做一个模范的道场 推行佛陀教育的道场 这个道场 不做精彩 不做佛师 不做法会 我们敬宗的道场 纯敬宗 晚上讲经 悲天念佛 那也许诸位问的时候 那这样一个道场 在这个地方 没有法会 没有佛思 收入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 你要会饿死了 我们就不要信佛了 那佛法是假的 你真正如法修行 不要去攀缘一个人 不要去巴结一个人 不向信徒要一分钱 你要是莫死了 佛法里头 第一个护法神 是威陀菩萨了 威陀菩萨应当彻职查办 那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 这个道场 一定祝佛护念 龙天善神 守护 你虽然不会富有 这是一定的 你的生活绝对没问题 你的粮食断了 那威陀菩萨会去找些人 送粮食给你 不会让你设法 不会让你握着 也不会让你动作 你只一心念佛就好 一心半道就好 明文立阳 统统放下 心地清净拼等俱耳 这个叫正法道场 诸位要能建立这样的道场 这是模范道场 无论道场大小 在这里面共修 四中同修 都能够遵守六合经 你这个道场 是世间第一道场 那个功德就无比的殊胜 你把你自己 佛报里头减少一部分 来建立这样的道场 离勤法思来讲经说法 领导大众念佛 借心相应 真正待众生苦 自己有福 不要在一生 把自己的佛报相尽 相尽了 来生就没有佛报了 如果你懂得这样修福 和你来生的福报就不可思议 第五是情修善根供养 第一条重要 善根就是一切善法 从这个根生出来 所以称它做善根 善根是什么呢 佛在经上说 世间法的善根有三条 无贪 无辰 无痴 无痴 这是我们要认真去修的 翻过来 贪嗔痴 三度啊 贪嗔痴 三度啊